我们从大自然取得资源,得以新生、茁壮,以关怀作为回报,让这股新生的力量接续下去而再生,在生生不息的循环中看见希望。 终有为大家加油,请大家为台湾加油。 河川局、水宝局、领域局各自管一条河流的不同地方遇到非常多问题,那现在我们就请这个秘书吕月如,他是因为灾难发生过后被他们邀请来这边加入这个重建的,你可不可以聊一聊你自己的经验,就是你作为一个这样整个在重建过程中你的角色,看到偏乡的一些问题,可不可以聊一下? 我觉得像那个在灾后之后,偏乡他有很多资源其实都是不足的,因为不管是在人力方面,就是可能很多人口都会外移,那政府的话他因为他所有的精神都必须用在公共工程,所以那可能人民的需求的话就会被忽略,那这个时候他的社区,所谓的社区的一个结构,相对的在偏乡里头就变得格外的重要, 比都会醒的话还要重要,因为都会醒其实有很多资源会自动进来,但是偏乡的话有时候都会被忽略,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社区里头有一个自主性的一个团体组织的话,或是在地的一个组织的话,相对的话对于这样子的情形的话比较容易处理,就好像说像有时候我们讲的社会福利的这个状况,其实他并不是说是硬的,这种制度的问题,像什么老年人经啊,这种 他并不是一个发多少钱的问题,他可能是一个整体的社区的问题 对,就像老人家,像我们那边老人家,灾后之后他心灵其实都是受创,只要你还在看着飘着细雨,他们心就开始觉得很害怕这样子,就像在是610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啊,610之后 很多工部门,像里长他们部分,然后我们的区公所部分,他们都是要去注意到一个水跟土石流的问题,那种公共安全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这种社区的在地组织的话,我们所看到,因为我们平常时候都有做老人的关怀,跟小朋友的客服,还有社区妇女的陪力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跟社区的,其实整体的人员都是非常的熟,那我们就会去照料到说,哪个老人家他在精神上面是比较恐惧的 像我们那时候,610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打电话关怀老人家,问他们说,最近这个时候 他们心里的恐惧是因为前面有过三年前一个大灾难 是,然后甚至有人家跟我讲说,我已经吃了三天高血压的药,然后心脏药这样 所以我们觉得听起来就是很不舍这样 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工部门,甚至是政府是没有办法帮我们做到的 而是我们的社区自己本身这种在地组织跟这些居民比较熟的时候才可以做到 甚至说有时候政府要求我们牵村或者是撤离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的一个管道这样子 所以我个人在重建这么多年,就是两三年以后 我们在社区里头很明显的看到社区这个团体组织 在地人的这种团体组织,它实际上的功能 比工部门的话还要来的更贴近于社区人民的需要 因为唯有你只有在地生活,你才了解说 这些老人家,这些小孩,甚至这些居民,他们的实际上的需要是什么 而不是像工部门,他们是像直升机这样子 就是我只是来看一下,就是比较表面上的解决一些表面的问题 那实际上的大家的比较迫切需求的那些问题的话 可能他们也没有办法去做到 刚刚讲到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台湾从一二十年前开始有所谓社区总体营造 甚至于社区大学,其实是想从自己社区本身建立一种联系的互助的网络 那这次在这次灾难中,就看到这个六龟的宝莱里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靠着原来他们自己有一个社区的组织 在村长刚好在七月过世后,就发生这个灾难 他们还能够把自己度过这一段最危险的,是完全靠自己本身的一个力量 可是再来的重建就不太可能靠自己内部的一些 就必须靠外在的一些资源跟一种比较有计划的重建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问林婉玲执行长 就是我们聊到现况,因为经过差不多快要三年了 整个灾难到现在 其实刚刚我们李萱在讲的就是,我们不断的在做社区营造 包括整个重建的过程当中,其实应该是说 人的问题是最复杂也最棘手,最难处理的 很多公共建设、工程、硬体、软体都可以进来 但是人的部分是最难解决 那这个东西我一直认为说,在这三年来 我常在跟我们老人家讲,当你害怕的时候 因为我坦白讲很多人会问说 那你们为什么不下来呢? 你为什么不住下面呢? 你为什么住在那边那么危险呢? 我坦白讲,老人家住都市他也住不惯 然后儿女年轻人出去外面工作 他必须要留在这边可能照顾他的孙子 得到教养也很严重的 那整个社区就剩 有能力的他可能自己就可以出去有一些照顾 那没有能力的,比较弱势的可能他就必须要留下来 那我们选择留下来是因为我们自己 我们爱这个地方 我们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根啊,我们的故乡啊 那这么多人需要协助的状况之下 也没有想那么多了,做就对了 那所以人的部分是我们比较在意的 我常常在跟这些政府单位讲说 我们不是有心灵重建啊 有些很多的经费进来,要心灵陪伴啊 如果你不是一个住点 长期的一个住点陪伴的话 你只是偶尔来一下,给你咨询一下 我记得之前刚开始发生的时候 也我们卫生局或者是相关单位也有派一些人进来 就一些专家进来,医生啊 可是他没有人去找他看耶 人家也不愿意谈耶 因为可能以往还有一个信任的问题 他愿不愿意谈,这是信任的问题 那再来就是去看的人 老人家会以为说我精神又没有问题 我为什么要去看那个病 所以这个钱是不是白花了呢 还是有没有效果呢 这个是的确是需要再去做很深入的检讨 那后来有一些专家 就是一些学界或者是有进来协助的话 我们就用志工的方式去带 带他们去 因为基本上你信任了他才愿意谈 结果我们志工后来回来跟我说 我们不要再说了 为什么 为什么 我问一遍,我靠一遍啊 我自己哭的哭的已经也没有力量了啊 我也很害怕啊 所以我们大家都需要去受到 这样子的一个陪伴跟重建的一个力量 但是我们也要挤起来 为了这个地方好好的去努力 那以现况来讲的话就是说 我们因为面对这么大的一个灾难之后 我们自己在思考要怎么办 那我们共同去讨论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所谓的就是 重建白皮书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包括业者啊居民啊 我们大家在灾后一直不断的在开会 在讨论我们的未来 那因为 因为封灾之后感觉好像就是没有没希望啊 那我们就是说不能只依照现在的观光资源 否则我们走不下去了 那经过多次讨论之后 那经过多次讨论之后 我们体认就是人与人 人与人之间要携手合作 人的问题是最重要的 要共荣共利啊 然后呢 人要跟大自然也是一样的 在这个灾难过后 跟大自然共处 所以呢 我们希望我们的未来是能够让我们自己住在这边留下来的居民 包括下一代 能够重新认识我们自己的家乡 不论是生态环境文化等等 然后包括我们的业者也一样 你要去做不同的思考 不是只在用当开始以前 过去的一个意味 对 那我们要在这个灾难常态化的这个 现在应该要重新去学习 我们跟大地和平共存的方式 这是我们的主軸 我们在不断的讨论过后 那怎么做呢 我们当时就是 我一直强调有六个区 那六个区的话 是不是说 我们能够以六个区 产业的部分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因为如果说 单纯只靠温泉的话 我想可能已经是很辛苦了 而且当时温泉的话 在有很多源头是被覆盖的 后来我们的业者有自己去把它开挖出来 否则当时政府也有帮忙 开挖那个温泉井 欧两口都没水 钱花了之后就没有水 可是后来我们还是有 业者自己大家努力想办法 把它找出来 弄出来就对了 然后当你还有温泉 然后坐边景点没有的时候 我们要去思考整个环境的问题 我们怎么去做 我们未来的产业的一个发展 那事实上我们保来 我们一直在讲观光 观光的人口上的比率 其实是极少数 绝大多数都是农业 但是它会带动 它会带动效益 所以说我们以六龟来讲的话 保来是一个观光的火车头 它带动的时候我们就想说 我们怎么去造福 我们重新去思考 怎么跟社区结合 那就六个区域去发展 所谓的六个不同的特色 六个区域的特色 比如说我们大概有提到就是说 像大浦它是有一个入口 又跟建山是一个 它是一个 就是原住民坡路 是相邻 那是多元文化 我们希望人家在这边加油 或者是汇集 它变成是一个多元的市集 驿站 那比如说像奢仔角 它是一个以前的文化 刚开始保来桥 保来现在的街道是不能过去的 它是走吊桥 它的居落是在奢仔角这边 我们台积说山坡 它有两棵大的芒果树 以前大家都来这边摄蛋 我们来山坡摄蛋 它本身文化的起头 跟历史的背景是有在这边 那这个地方又有一个 我们的社区 非常认真的一个营造员 它是一个陶艺家 那刚好这个地方 我们就想说 我们来发展所谓 跟文化有关系的 那包括苏罗婆 它是唯一 我们没有被破坏严重 灾后没有破坏严重 而且也没有被开发很多的 所以它的生态 各方面保留的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希望它能够是一个 所谓朝生态自然的一个 这个环境教育的部分去走 那竹岭这个部分 它种了很多梅子 它这一次摊放很严重 很严重 那我有一个志工 一家五口全部活埋了 我们唯一的一个灾难 就是一个损伤 最严重是在这一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 破坏很严重的状况之下 我们希望是用自然生态 自然富裕的一个 跟大地友善共存的一个方式 用自然耕法 或者是用森林美学的概念 我们去种树 甚至于要发展所谓的低碳 环保的一个 越野脚踏车的产业 慢慢去把它整个环境 建置起来之后 这个产业再慢慢来发展 这是我们的概念 一个想法 包括宝莱街区 它可能就是一个商店街区 一个温泉街区的一个发展 那热热埔那个地方是 现在应该你们之前有听到 所谓的秦和部落 他们的永久屋也盖来那边 这个就是又是另外一个典型的 原住民保留地的问题 那是我们 我们在那个地方经营 以前是六规行政区 那个地方为什么会变成 原住民保留区 这个是额外提出的 以前的某位乡长 他说离你们比较近 送给你们管理 那就变成原住民保留地了 那也就是说他今天他们要下来盖永久屋的时候 他选择在这个地方 那就变成原住民保留地 就理所当然会被征收了 那个地方有一个我们的梅子工厂 那有茶园 那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很海底火山的一个 岩石的一个地质景观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发展所谓的农事体验 跟这个DIY的一个体验区 我们的规划是这个样子 那最主要呢 最主要就是我们现在比较 因为整个区域破败这么的严重 区域范围这么大 我们也没有办法单靠几个人 然后去做这么多的十六个区域 同时去发展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 我们推动的就是苏罗坡 跟奢大脚文化共享空间的一个据点的营造 来做结合 那其实刚开始应该是从 为什么回去 我们现在在发展的就是这个染布跟陶疫 那其实为什么会发展这个是 是源自于刚开始风灾的时候 我刚有谈到心灵陪伴的问题 大家在这么恐慌又没有事情做 大家睡不着胡思乱想的时候 刚好我们有陶疫老师又有植物染的老师 是我们的社区的人 我们的理事 那他们就先来找一个地方来教 教大家怎么做 用植物来染布 对 就只是为了让大家有事情做 心灵的抚慰 原来的目的不是生产 原来是安慰 对 然后安慰到现在是不是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说我们慢慢去发觉说 它可以变成是一个社区的妇女的一个赔利 然后未来可以结合我们的观光 再创不同的一个生机 那我们的主轴仍然是以 以所谓的这个 取于自然 用于自然 回馈于自然的一个概念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 包括游层的 旅游套装游层的一个设计 然后包括一个DIY 包括一个环境教育的部分 我们仍然是以这样子的主轴来推 我们现在的一个另一项的产业 然后他可以 因为未来 这个又结合到我们的这个社区福利的部分 老人跟小孩 我想他是现在最稳定会留在社区的 那我们希望藉由陪伴 再引导他们变成是重建的一股力量 那或许在赔利的过程 引导他们 未来他们是一个 他们可以家庭代工 他们可以生产某些东西 他们可以去带导覽解说 所以我们也结合了那个所谓 职讯局的赔利计划 妇女的第二专场的培训 那其实我们的目的就是说 他能够以社区产业的一个方向 来结合我们的观光 或者结合整个周边 让我们的生活生计可以自给自助 我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因为刚才听那个林婉林执行长讲一个小小的宝来 有六个区域 然后他们提出一个这个白皮书 听了蛮感动的 因为事实上你可以想象他是一个 刚才已经讲说是把灾难常态化 这个表示说他随时会有灾难 这听起来是蛮悲伤的话 灾难常态化 灾难不可能离开 然后你们也不想离开那个宝来里这个地方 所以你们就提出一个白皮书 那我们休息一下继续来聊这个愿景 好